没胭脂就别捡龙须刘海,肖战才是人间角色 阳光潇洒中又带着帅气,不比那些顶着大兵脸 还强行加两撮刘海要强得多 当初在拍陈情令时,为了还原动漫版的人物形象 导演可是遭老罪了,为无限的刘海很难把握 但凡弄不好就会成灾难现场 再想到那些用了龙须刘海 就丑的辣眼镜的古偶男主,导演怕的是浑身冒冷汗 好端端的帅哥被造成丑男,这谁能顶得住 幸亏小战够自信,觉得凭自己这张独死角帅脸 绝对能撑起任何造型,导演本抱着随便适适的态度 没想到直接被小战迷晕了,随意又潇洒的发型 再配上他这双含笑眼 活脱脱一个阳光爱笑的少年郎 就像是从书里走出来似的 但令肖战崩溃的是,为无限这家伙怎么适得画牢 满满一夜的台词,犬要背,脑细胞都快被被没了 可即便如此,也不影响他发挥 无论是鬼马逍遥的卫英 还是被丢入乱葬岗的一名老祖 每一个都被他演得鲜活动人 你是否看好肖战呢 别再说王一博演技仅粉丝可见了 他演的蓝战别人还真模仿不来 王一博随便一个眼神都能秒杀众人 但令谁都没想到的是 他竟被质疑演技仅粉丝可见 说他能大伙全靠角色加持 还真给人听笑了 就王一博身上这股清冷气质 小鲜肉努力一辈子都追不上 更别说蓝旺鸡的设定沉默寡言 有情绪全靠眼神流露 但凡没控制好力度 分分钟就是灾难现场 再加上王一博还是个搞笑男 戏外道比戏里高龄 没演的精神分裂就算了 他竟还能把蓝旺鸡轻松拿捏 怕不是有古装牛逼阵 不过当初也是因为他太自信 差点就错过了这个角色 陈琴令剧组选绝时 要求演员拿出自己古装照片 王一博也没演过古装剧啊 唯一粘在上面的还得属红孩儿 反正造型雷人不影响人帅 他果断就给剧组两张红孩儿造型 把制片人杨夏都看呆了 直接就把他淘汰了 幸亏他不服输又进了一次 吸引了杨夏注意 直到两人面谈事迹 他才凭实力拿走这个角色 你觉得他演的如何呢 就离谱 跳崖戏只会耍晒就别来尬眼 沉香如线女主绝情跳崖 怎么男主这边一脸淡定 跟陌生人看戏似的 都来看看正确的跳崖戏 当初在拍陈琴令时 跳崖戏怎么拍 差点重复导演 毕竟是开头第一幕就有的 要是没拍好把观众都吓跑 可就凉凉了 作为跳崖之人的肖战 压力也不小 刚开始微压掉这不习惯 整个人看上去十分僵硬 那怕是经过了高强度训练 也还是拿捏不住精髓 好在有王一博全程陪同 及时指导他动作上的欠缺 肖战这才来了点感觉 为无限跳崖细时悲情绝望 还有眼中含着的泪 狼王剧看着他掉下去的无能为力 被肖战跟王一博演得淋漓尽致 观众看后是狠狠共情 可网友的脑回路是真的惊急 说肖战以这个姿势跳下去 王一博应该抓住的是他的脚踩队 别说还挺有道理 不过这点小失误也挡不住 这段跳崖细分神 不比那些跳崖只会耍帅 甚至蝴蝶能把人抬飞要强得多 就紫薇上天这一幕 牛顿看了都得先关再盖